我觉得这么比不公平 你说 拿老师 提个建议 是 我提个建议 能不能够双方啊 把自己最拿手的展示一下 善长的 好不好 这个注意非常好 善长的 好极了 我们来问一下双方 来 全会 这个裁判老师推出来 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才艺展示 有吗 还会点 还是魔术 还是魔术 李克彪 林郁翔 这个驾驶赛开始了 有什么准备 点球大战 变另一只鞋 我老师刚才用功很大 现在已经满头的虚化了 他修一修鞋 然后就是唱首歌吧 好极了 我们看看双方到底谁更好一些 这个魔术呢 是昨天真实发生的事情 很多魔术都是编的 只有这个是真的 我这里有一个 昨天吃快餐 剩的袋子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跟我同学喝酒 剩的瓶子 我开玩笑说 我只要把瓶子 放到垃圾袋里面 然后它就会自己消失掉 然后我同学说 你别让它消失啊 这瓶子还有押金呢 我说那好吧 还给你 然后 他说 算了 你还让它消失掉吧 因为押金票没了 我说那好吧 那我还是让它 消失掉 对 我朋友就跟你们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 他说真的消失了吗 消失了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谢谢 而且 又不是 全然就 Editor 发愿了 总共 所有研究 都们再接下来 这 value 出售 WE sweating pouco 15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分别表演了自己的才艺 一位动口 一位动手 各个各个的特点 来 我们来看看三位评判老师 觉得怎么样 这一轮表现得都非常好 双方 特别是魔术演员 非常干净 使得非常好 这个小伙子歌没想到唱得也这么好 究竟他唱歌怎么评 我看这有专家我就不多说了 好嘞 谢谢史先生 我们来问一下贺老师 我觉得那个小宁的声音特别淳朴啊 这是你的优点 但是我还要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它的主题还是思念是一种病 要在没唱歌之前就把这种思念不是很急切 但是内心深处还有的那么一种情感 要整个的从在唱歌之前就要准备好这种心情 一直到唱完 大老师 我也听出来了啊 史先生肯定是比较喜欢魔术 对不对 这个贺老师呢 比较喜欢这个唱歌 那我就很关键了这一票 我说不了 我觉得这个宁云祥那歌唱得太好了 刚谈恋爱的时候就这样子 李赫彪呢 又表演得那么幽默 人家那个魔术表演的那就是好 对不对 是不是打破了传统魔术的这个概念 枷锁 那权衡来说我个人认为 还是哲音社阵比较丰富多彩一点 但比赛终归是比赛 我们的比赛本着公平公正 尽量公开的原则 接下来请我们的三位评委 好好地商量一下 到底他们两位谁更强一些 来请亮牌 恭喜宁云祥 在这一轮中侥幸获胜 来给宁云祥踏上 骑子 加油